暴風雨丹尼爾近日重創希臘 庞大的降雨量帶來洪水災情 河流掺紮著大量泥沙 宛如一頭野獸 將路面直接沖毀 變得四分五裂 甚至還有車輛被捲進大海 而岸上的車輛也沒能幸免 全部堆疊在一起 車頭激擋風玻璃完全毀損 場面觸目驚心 昨天我曾經遇到最悲痛的震撼 我曾經遇到最悲痛的震撼 我曾經遇到震撼 我曾經遇到震撼 我曾經遇到最悲痛的震撼 我曾經遇到最悲痛的震撼 暴雨引發的洪水不但侵襲希臘 鄰國土耳其和保加利亞 也傳出嚴重災情 造成人員傷亡 失蹤 以及許多共用設施毀損 以黑海海岸靜色沙灘景色 聞名全球的保加利亞 如今海灘上全是浮沫 以及露營設備的殘骸 垃圾散落各處 美景完全毀於一旦 驚魂未定的居民們 也把握風雨減弱的空檔 趕緊進行清理工作 近20時 遇到最嚴重的震撼 在地球中 是不適合的 不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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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海岸就接到 在地球上是最重要的 在地球上 乃美国家巴西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 乃美国家巴西 受到温带气旋影响 强风骤雨席卷南部地区 目前已导致数十人死亡 当水涨在那里 就逃跑了一段时间 逃跑了 你住在那里就死了 因为我们都会看见人 而目前巴西的军警 以及消防人员 仍为此疲于奔命 不遗余力地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此外针对死伤最为惨重的地区 当局也派出了心理团队 前往当地提供居民心理辅助 有气象专家指出 虽然现在巴西天气已经趋于稳定 但预计未来几天 仍会出现豪雨天气 市井民众严防河水泛滥 以及洪水 土石流等灾情 华鱼新闻 视频宣传的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团宇一把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